欢迎回来继续来关心国际间重要消息 美国副总统拜登22号结束了访华行程 继续其他的亚洲行 星期一拜登抵达蒙古 会晤了蒙古总统和总理 星期二则是进行访问日本的行程 拜登在接受日本媒体书面采访时强调 美日同盟是东亚和平的基础 巩固美日同盟非常的必要 近来蒙古国因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受到能源大国的瞩目 美国副总统拜登此行除了商谈合作协定 还赞许了蒙古国实现的民主进程 1991年苏联共产党解体后 蒙古国也宣布放弃共产主义 但在最近20年 蒙古国在世界的想象中 由美国的变化的变化 五个总统选 五个国家的叛选 蒙古国总理巴特·波德表示 希望与美国发展更紧密关系 并派遣军队至伊拉克和阿富汗 拜登紧接着访问日本 在星期二上午举行的会谈中 拜登首先对日本人民在这次大地震和海啸后 表现出的勇气和决心表示钦佩 坚实人的感谢美国提供日本的巨大帮助 包括在3月11日大地震后迅速派出的海军特遣部队 以及在辅导核危机上所提供的技术援助 拜登承诺美国将会继续协助日本的灾后重建工作 星期二晚些时候 拜登将前往位于日本东北部的海啸灾区仙台 查看破坏情况 他也成为日本311大地震后 美国首位探访灾区的高级别官员 日本也是拜登此次亚洲之旅的最后一站 新唐记者李与李博文综合报道